今天是我们搬家的第一天 带你看 带你看 超二十就得分 跟开船一样 你说在洪水里开车需不需要开船的指教 浇水了 谁先浇水 到了 来中间拿钥匙 拿钥匙 拿到钥匙了 这几步路就淋湿了 还有这个要检查房间 有没有问题 然后记录一下 七天以内被交给他们了 好 我们去新家吧 新家怎么走啊 查一下 出太阳了 但是雨还很大 停一下了 对不起 开盖的人 雨小了 太好了 搬东西会舒服一些 虽然我现在脚已经湿透了 我们搬家的话是要分大概七天搬 自己用车一点点搬 你看看后面 今天搬的是一些娃娃 还有一个自行车 还有一些破鞋 不是破鞋 钥匙 给配了两把 哦 蓝天了 厉害了 应该一会就停了 耶 耶 一会见 一会见 哈喽大家好 我是土豆 今天我们来到了新家 刚拿到钥匙 我们家具还没有搬过呢 你看特别的空旷 这是厨房 然后这边是 这边可以摆餐桌 然后这边 玄关 玄关的这边是汪汪的房间 有个小房间 北窝 墙是木头 更不舍 墙纸吧 不是 墙纸 还真是木头 石墨的 嗯 石墨的 就汪汪 这部是汪汪的 还有方式汪汪开门用的这个 手把 这这么开的 对 哇 开不开 然后一进来 左手边 是洗手台 厕所和浴室 这是厕所 开始闪了 比之前浴室小一些 但是新 特别新 然后这边还有两个发言 一个是我们的日常学习办公的人 这边比较好的是有个飘窗 还没整理吧 下面都是木木枭之类的东西 都是玩具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卧室的 光 这两个大柜子 还没有装灯 就把老家的灯给它装 大概就是这样了 我们之后每天会 搬一部分家具 搬个一周 然后就住进来 你看看我们 手办前早了 嘿嘿 回头装水 就这样吧 拜拜了 拜拜 上去办各种手续 我们办完手续了 这边是 忘记说了 这边是住坡的市役所 住坡市市役所 我们在里面办了住所变更手续 还有国民健康保险的住所变更手续 一系列的各种手续 然后这里面的那些工作人员 这感觉就像服务员一样对待我 他们的这个国家公务员真的是公仆一样 我们吃车晚饭准备回去了 我们刚刚在这个警察局改的地址 主要是我的这个 驾照 驾照后面有新地址 我们之前如果要更新驾照的话 就三年一更新 要去类似省会的那个水户市才能更新 从去年开始 六月开始就可以在本市进行更新 不用跑很远的地方 因为更新的话要接受教育 八点三是要听讲 听到中午 要讲那些安全的什么事 因为三年了 我们可能都忘了 要重新教育 要交钱 好 接下来我们要去 我们要回家的放行李了 你看后面行李 每一天运一车 每一天运一车 运几天就运了 拜拜 欢迎 我们来NITOLI买家居用品了 你看枕头 买了一丁 新的床垫 一个枕头 床单 床单套 然后枕头 然后枕巾 打扫卫生液 一堆东西 然后还有想买的 那个榻榻米的铺地 这里没有现货 还要在网上买 坏了 要在地上睡十天 二十月好像不到 嗯 就这样吧 那我去结账 那你去结账 拜拜 哎呀 黑成了鬼 我们把汪汪接到新家了 他现在还没有探索家 现在对各个地方都很好奇 嗯 没有了 这是他的屋 还没装灯 我现在装灯 要不什么都看不见 我明天就要在这里住了 明天就要在这里住了 明天就要在这里住了 东西乱了 什么都没弄好 都只是把生活必需品都搬过来 然后还有大部分东西都没搬 先把这个灯装了吧 这个装完之后装里面那个 LED灯 超简单 直接按着这个 叮 插上去 这边固定 我感觉不太绿 哇 就这么松就合起来 日本的这个公寓里面这个灯都是这种标准头 你看这个口 卡口都是标准口 直接这样 光机 一装就行了 然后这个地方是这样 然后 把这个LED的路车装上去 然后 先把这个头 顿 顿上 一个圆头 一个方 然后 光机 发现了盲点 装反了 对 对吗 卡 然后把这个一锁 它就取不下来了 然后把这个灯罩 就叫装好吗 极其简单 然后我们试试这个能控器 它还送了两个电池给这个能控器 LED灯是在超市里找到最最最最便宜的 2600人 来 开灯 哇 亮了 好亮 你看 这可以调 它在按 按全灯 超亮 可以调成小夜灯 嗯 好了 行了 这边就算是装好了 然后再装卧室的去 哇哇 现在还是比较低姿态的在走路 就是不敢那么放开的走 肚皮贴着地 现在还探索探索 这个窝 就是新的 我们不打算把它放到寝室里 所以说我进去装灯的时候 得把它装进去 还没空里面 那就行吧 再装一下 这是我们来到新家的第一顿晚饭 点的外卖 阿卤蜜吃的是这个 烩饭 多里 我点的是鸡 鸡排饭 然后吃完饭之后 准备再去一趟老家 把剩下的一些炸物拿过来 顺带一提 汪汪回到了这个 送他的箱子里 汪汪你要回老家吗 眼睛黑洞洞的 他刚吃完好吃的 因为又害怕了 家里还有一些灯没装 他这个灯还没装 准备去老家拿 很害怕 扣这个不干胶 特别有成就感 马上就全部下来了 滴水穿石 今天要是我们搬家的到手第二天 算是最后一天了 今天不清点的话 明天就会手忙脚了 明天要浇钥匙 虽然没有钥匙 你把手 方便来查房 看有没有恢复成原状 但是这个地方 我们自己加的东西就要自己扣掉 要扣掉了 特别成就感 扣一个要花好几分钟 哈喽 今天是搬家的最后一天 你看我的声音是不是特别的空旷 他现在有点点 我出气 很棒 那个声音也不弄不出来 有回音 一个声音 然后清风就等着人家来验收 验收合格我们就可以完全离开这个家 然后再可能会再添加一些什么修不贵软件外套的 如果他们觉得有问题的话 当时租这个房子就看这个墙那边好 其实都差不多 合眼软件 这个房间的配色是不错的 但是太潮了 两年 整整两年 湿了两年 阳光也照不进来感觉 这个点应该是阳光最好的 最独大的时候 西边的阳光 最后一点的景点 看房子的时候大家也是这个点一看 哎 还行呀 结果这已经是最强的光了 那么我们新家见 来了 欢迎光临 我是土豆 今天带大家来看我的家 现在家里已经布置的差不多了 已经我们也在里面生活了有一周了吧 好 这里是玄关 然后这边是鞋柜 鞋柜这上面摆一些我们平时出去分量拿的东西 口罩啊 钱包啊 那里面的东西 嗯 这都是把家具都摆好了 然后这边我们之前用的这个晾衣杆 直接拿来挂这个外套 你看汪汪的屋 汪汪的屋子就是杂物堆 把之前家里的灯装上去了 特别差 好吗 给大家打个招呼 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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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台两台 然后洗碗机 然后那边微波炉烤箱都丢在那边了 然后这个家虽然没有臭油烟机 但是这个排风扇效果意外的好 是不是 太熟了吧 至少隔壁屋子闻不到那个油烟味 你看 那架子都能做泡面价 食材价 然后整些垃圾相关东西都丢在这里 垃圾 不是吗 你看 这就是垃圾 躲开了 气沉气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浴室厕所 还有洗脸池三件套 稍微摆了摆 把洗衣机搬了 然后把洗衣机架子摆了 上面可以摆一些东西 然后洗衣篮 丢洗澡 然后脱 然后就放进去 然后这边是比较干净的外套 放在这里 这个门也不打算开了 闪得帮帮来回近 现在是学习屋 学习屋的话就是两个桌子 本来我们是之前的家 是横着白的 两个横着白 现在改成了L型 这样的话 这边是主要学习座 就可以留一个很好的太阳 然后学习的时候 这个屏幕接这个屏幕 可以正好用iPad投影分出来两个屏 学习 然后能感受阳光 然后后面拿出什么的也特别方便 学习用的书 这边就是编辑视频 然后打游戏的电脑 走 我们之前的手办全部堆在这儿了 那上面还有三个 这也是个手办 毛额玩具 然后把它放在这里 就这个屋是最挤的一个屋 但是特别好用 晚上比较冷的时候 坐 然后汪汪就会跳到这里 来汪汪跳到这里 来汪汪跳到这里来 不来了 哎呀 被削 然后外面那边晾衣杆 已经晾满了我们的衣服 还有这个小角落 是堆放我的吉他呀 还有效果器 乱七八糟的 还没收拾 已经把东西先放在 接下来是最后一个团间 卧室 猫不能进入 我们把之前的床卖掉了 因为下面已经发霉了 所以说换了这个 这个榻榻米的地毯 然后睡在这个床垫 就是一块一块 已经铺了六块 然后睡在地上 然后这样会显得这个床比较大 可以翻滚 掉下来也没事 然后这边 把以前床头砖扔着了 下面放一些睡觉可能会用的东西 那衣柜都还是原来的 然后就是那个 嘶 毛绒玩具全部堆在那儿了 嘿嘿 大杂费 新东西要占一下 不说什么 之前是因为寝室特别小嘛 买了这个架子 把我那些床头的什么充电器什么的堆在这儿了 然后现在这个架子空了 就放这儿 准备用来兑玩具 这样还不容易发潮 就离这个窗户面 太阳特别好 然后白天 再早一点的话 这里整个都是太阳 可以把被子拉回来晒 这里正好是个光着脚片 踩的地毯 虽然这个地方也可以光脚踩吧 但是 就确保这个地方是完全干净 不要传线来 这个房间 朝南的两个窗户 有着个卷帘门 可以对抗台风和大雨 冰雹 以后就再也不用贴什么养生胶带什么的 直接用卷帘门去看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窗户 可以上面淘气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搬家Vlog 圆满结束 圆满结束 一共历时7天 每天搬一点搬一点 终于把这个东西搬完了 住进新家的感受的话 就是我们原来的家的湿度 平均在75左右 不开抽湿器的 现在我们这个家已经把抽湿器完全堆在猫屋当杂物了 因为这边的湿度 刚来的时候 那几天比较干燥 只有10到15左右 晚上不开两个家湿器都睡不着觉 有危险 然后现在就是感觉很正常了 就是人住进来之后湿器调和 调和之后就大概是平均在40到60 就比较适合人去住了 以前这个加湿器 空气清新器买了之后 它有个加湿功能从来没有用 那个屋太潮了 所有东西都发霉了 然后这个屋的话就是阳光和通风极好 好了我们去吃麦当劳了 因为这几天一直吃了外卖 所以说我们要回归正常的生活 然后买点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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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再见了 转转 很有名 叫阿姨哥 有点 嘿嘿 不叫了 我的肚子已经在叫了 再见再见 拜拜 记得点赞收藏硬币三连哦